在今年的上半年,泰剧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,有很多高品质高评分的好剧值得大家观看。 现在小编就为大家梳理一下,公主罗曼史,公主罗曼史这部电视剧已经完结了, 之前一直是中泰同步更新的,这部剧从播出后收视率就一直不低, 剧中主演的颜值很高,画面也很好看,服装也华丽, 它是由Yuliko Nodak主演的,这一部剧中甜中带热的剧情可谓是俘获了很多观众的心。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爱丽丝公主女主在遭遇了危险之后, 与保护她的海军上校,男主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,天生一对这部剧是由Balikopo主演的, 这部剧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,非常受大家喜爱, 提到泰剧有很多人就会想到这部剧,天生一对是一部穿越剧, 它的主要的情节是古代的女主原本手段独辣,对人不留情面, 但是这一切在现代的一名虽然长得不好看,但是内心非常善良, 而且是一名经从泰国历史人的学霸女孩穿越,到她的身上之后改变了, 因为这一改变,让原本很讨厌她的男主对女主的看法, 开始逐渐改变并且慢慢地爱上了她, 天使之意这部剧是有一点搞笑的, 看着相对来说让人感觉比较轻松, 是由桑和她主演的,这两位主演的颜值都很高, 主要讲述了机长和很有气质的空姐之间的爱情故事, 《赤爱游戏》这部剧, 是由泰国著名明星三胖和闹妹主演的, 却不拘的演员阵容很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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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